隔壁的這個電動床是習孟斯今年全球首度第一次在台灣公開的MAXIMA電動床組 各位在舞台上看到的這兩組床都是由習孟斯日本這邊所研發 或者是說像習孟斯日本跟Panasonic電工這邊合作研發的商品 那右邊這一組的一個電動床我們考量到剛才提到 其實大家現在睡眠的情形越來越重 那其實最嚴重的莫過於我們家裡的長輩跟長者 那這樣一個電動床它其實可以貼心的針對一些比較年紀大一點的長輩做一個專屬的一個設計 好比說像我們現在MODEL手上的這個控制器它總共有四種模組 首先它可能個子比較高 它使用者在個子比較高的情況之下 它要坐下床墊的這個高低落差很大 它可以運用最下面這個第四種的一個模組 把床墊整體的調高或降低 來符合你自己自身的一個需求 來我們按在最下面的那個模組把它調高之後呢 然後剛好可以符合到你自己需求的高度 你可以坐上床 然後躺上床之後呢 一般而言大家可能習慣會在睡覺前可能看個小說看個書啦 或是甚至看個電視 雖然這是我們最不建議的喔 看電視是最會影響睡覺的一個情緒的 那在睡覺前呢我們把這樣子一個模式調整到我們想要閱讀 或者是看電視的模式 我們就可以輕鬆按著最上方的這個 調整頭部的這個床墊 那各位可以看到現在我們的習慣斯的獨立筒彈簧床 慢慢的上升的時候 獨立筒彈簧從側邊這個彈簧床墊已經幾乎到了一個90度的一個彎曲 那習慣斯其實是全球獨立筒彈簧床墊的一個這個技術的一個最先擁有專利跟創始的一個品牌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一般的獨立筒彈簧床墊 它其實是不建議凹折超過30度以上的彎曲的一個角度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高達90度的一個角度彎曲 而且不會再損害它裡面所有的一個彈簧床的結構 主體結構 那現在呢它現在進行的是可能是閱讀或者是看電視 甚至可能是跟另外一半聊天的模式 接下來呢它有可能是一個需要整天工作站著的一個工作者 而且加上女生愛美每個人都想要跟林志玲一樣的一雙漂亮的長腿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我們也不需要特別把我們的雙腳非常醜的抬高到牆壁上面 我們只要輕鬆的按下我們第二種的一個模式 把腿部可以不斷的抬高 它就可以讓我們的一個這個腳步自動自動的慢慢調到同時把你的頭部放低 讓你小部的血液呢可以慢慢的回流 隔天一覺醒來你就可以輕鬆的擁有再次擁有一雙就是曼妙的一個長腿喔 好那這個部分呢其實這個腳步的這個部分其實也依照個人在睡眠中的一個習慣 你就不需要再墊枕頭 你也不需要再去放把老公的枕頭或是男友枕頭偷偷塞到你的腳下來喔 那在這樣子一個結束我們在睡前的一個可能需要必要做的一些放鬆或者是一些動作調整之後呢 你可能可以運用第三組的一個整體整合的模式 它可以一次的只要按下一個鍵上或下 幫你的床墊回覆或者是彎曲到你想要的一個狀態 所以你可以看到輕輕鬆鬆的我們的床墊 再次就回到了一個完全平整的一個狀態 同時我們的睡眠人躺在床墊上 你可以從側邊看到他的身形還是一樣維持在一條水平的一個垂直線上 包括的腰部或甚至他的頸部都完全可以獲得一個最良好 而且均勻的支撐放鬆全身的肌油 可能下床的時候還是需要 有些人可能覺得我前一晚把床墊調太高或太低了 那當他下床的時候他一樣可以再運用到 他剛開始上床的這個模式 第四組最下面這個模式 把床墊整組的調低或調高 以方便他上下床 完全是符合個人的需求所設計 而且所推出的一種床款 那所以我們稱舞台上的這兩款 喜夢斯最新的一個創新科技 我們稱它為睡眠的明日商品 那這兩組商品呢 目前的話我們率先是在 而是由日本喜夢斯這邊所研發跟生產 那率先會是在日本這邊上市 像左邊的這個科技床 在今年的二月呢 已經同步跟Panasonic這邊 在日本已經推出了 也在各個喜夢斯的一個旗艦館 日本旗艦館這邊做一個展示 那右邊各位看到了 剛剛有提到 它今天是全球第一次大獨家的一個公開畫面 那各位呢 看到它是全球第一張被生產出來的一個 MAXIMA的電動床 那今年的話 預計日本是在七月份 在日本這邊會先上市 台灣的話呢 我們會依照台灣民眾的一個需求 跟它整體的一個喜好 我們可能會去調整 像商品的部分的一個 包括像電壓這樣的一個部分 可能最快會在年底 或是明年初 會引進到台灣 來跟大家見面 好 我們會選擇 我們會選擇 我們的療法 我們會選擇 然後選擇 我們會選擇 感谢观看